很多人都知道辽宁号的前身是瓦格两号航母 但是不知道的是它艰难的回国历程 14年,两个国家明着阻挠 也有国家大力帮忙 最后才艰难回国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艰难的过程 1998年2月 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地点商人徐增平 在基辅成功竞拍瓦格两号 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在此之前 美国对此次拍卖活动就进行过数次阻挠和破坏 但急需用钱的乌克兰对美国采取了装傻的态度 最后才让我们竞拍成功 2000年6月14日早晨 瓦格两号在脱城的欠压缓缓使礼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是乌克兰一个港口在黑海的边上 然而在抵达土耳其海峡之际 土耳其当局却拒绝瓦格两号过境 没办法瓦格两号在黑海飘荡很长一段时间中 不得不返回了原出发港 其实土耳其次举背后有漂亮国的压力 后面就与土耳其展开了监口的谈判 土耳其的漫天有价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 要么让瓦格两号自行通过海峡 要么拆成碎片运走 尽管我们极力保证瓦格两号的通话安全 承诺负责一切可能造成损失 但土耳其依旧不依不饶 谈判一直持续到2001年后半年 我们忍痛让出诸多利益 对土耳其开放旅游 争取每年200万人次旅客赴土耳其观光 遵守土耳其提出的20多项苛刻安全措施 土耳其最终才答应放行 但要求中方需要交纳10亿美元的强力性保险金 后来经过磋商在希腊出面做担保 才没有交纳这个10亿美元的保险金 2001年10月1日 土耳其伊斯坦巴尔附近晴空万里 上午8时 瓦格两号庞大的舰铁缓缓使入 取得下场的土耳其海峡 当日下午出现在了爱琴海 至此瓦格两号终于离开黑海 结束了506天的囚禁生活 在爱琴海因为遇到大风暴 瓦格两号失去了控制 希腊派脱船救援 在固定缆绳的时候 希腊移民水手被沉重的缆绳拖下大海不停丧生 经过4天的奋斗 终于将瓦格两号控制住 我们将永远记住 希腊在此次航行中的大力帮路 进入地中海之后 最近的路程 就是通过苏伊斯坦河进入印度洋 然后回到中国 但是埃及遭到了漂浪国施压 就是不让经过苏伊斯坦河 无奈只好绕道公海 2001年10月上行 船队自直部罗多海峡进入大西洋 然后一路南下 12月抵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 然后继续北上 2002年2月进入马六甲海峡 然后继续北上 3月3日12时 瓦格两号终于抵达了大连 至此这艘巨舰胜利结束了 航程1.52万海里的艰难远航 虽然来到异国他乡 但瓦格两号的战斗灵魂并没有被辜负 期待经过千锤百连之后 又重新化发出了升级和火力 关注我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历史格局